就是他遇事就躲 我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 比如说呢 比方说就是我们有一次去看电影嘛 本来我们选的是最佳的那个座位 然后一去那儿就是 看见座位被人抢了 你说他作为一个男人 当时不应该就是跟那对情侣理论一下吗 不是理论什么呢 就是那座位是我们的呀 你凭什么做我们的座位呀 他一句话都没说 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跟那大哥说一下吧 我说大哥那是我们的座位 然后那大哥就特别找事的是跟我凶 说那个旁边那么多座位呢 你们坐哪不行啊 然后你说他都凶我了 他都不管 那他干嘛了 他就他还拉着我的衣服说 走走走咱坐旁边吧 你说有这么软弱的男人吗 哦是你干的 我们那次也是迟到了嘛 人家都坐那了 电影也开始了 好多人都看着呢 老丢人了 我也不会吵架呀 你带着孩子 我觉得挺站理的事 你知道吗 主持人 他就拉着我走 后来那两口子跟我吵起来了 我一个小女生 我也吵不过人家 后来把我急哭了 他就站在那跟木头一样 我都不知道要他有什么用啊 本来就是一个小事是不是 不至于跟人家吵吵闹闹的 要不再忍一口气 不是没事了吗 就离他远点看电影 在哪不是看电影呢 主持人他就为他这种软弱 找借口 还有一次呢 还有一次怎么了 他不过生日吗 我们就去那个日本料理店 吃日本料理 然后上了一盘三文鱼 看着就特别不新鲜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找服务员换一下 或者咱把这盘菜给退了 是吧 然后他就坐那跟装听不见似的 他就低头看那三文鱼 后来我生气了 我推了他一下 他这才起身去换那盘菜 你不换了不就行了吗 然后他拿回来的那盘菜 还是圆了那盘 我说怎么没换呢 他说两个生员吵架呢 你说两个生员吵架 关他什么事啊 跟慌架有什么关系啊 宝宝啪啪就回来了 怎么了你 确实是人家都挺忙的 也不好意思说 再说也只是干了一点嘛 你不吃我吃还不行吗 男生就是不愿意惹事是吧 对 后来我把服务员叫过来 我说把这盘菜给我们换一下 他当时表现更让人气人 他要坐那儿 他盯着那三文鱼看 就像给三文鱼默哀似的 他正眼都不敢瞧 那个服务员一眼 服务员一看这样 是那服务员长得特别好看吗 他都不敢看了姑娘 他就是不敢看 长什么样都不敢看 为什么呀 我可能有点害羞吧 你害羞的羞 又不让你跟他相亲换个菜嘛 真是 不好意思说别跟人家找麻烦 高高兴兴出来吃饭呢 真是非挑三拣四的 我不爱干这个 你看他一一事就夺 一一事就夺 后来这盘菜怎么了 我特别想知道结果 那盘菜后来也没换成吗 不是 我就说最后结账的时候 我就把那份三文鱼的钱回扣了 我就想逼他一下 你看他能拿出一个男人的魄力来吗 他当时就我把钱包给他收了吗 他就拿手机微信把钱给付了 你说有这么一个男人吗 让你换班赛你能叼瓣肉啊 那鱼是怎么了 是不新鲜呀 还是卖相不好 你们吃了吗 干巴巴的 你们吃了吗 我吃了 好吃吗 一个味儿没啥变化 他就凑合了主持人 你知道吗 他人生格言就是凑合来吧 凑合过吧 凑合吃吧 我可不想跟他凑合这么一辈子 是是是 你找女朋友没凑合吧 没有 我感觉他挺好的 我这个脾气虽然挺温柔的 你不用讲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